香港十三万人到六四 呼口号登真普选 释放民文人士 释放民文人士 平凡八九民文 平凡八九民文 追究徒生责任 追究徒生责任 结束一党专政 结束一党专政 建设民主中国 昨天晚上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晚会 到年二十六年后 仍未获得官方平凡的六四事件 涌入十三万五千人 二十六年前 学生在中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争取民主 六月三日深夜到六月四日清晨 官方派出部队与坦克写性镇压 估计造成数千人死亡 他们的牺牲 被我们见到 清楚见到中共政权的丑陋 而中共政权的专政本质 亦在今日处理香港政改问题上面 表露无畏 去年香港人民为争取特首珍普选 发起为期七十九天的雨伞运动 同样遭到政府打压 警察施暴 引发流血冲突 让更多出席纪念六四的民众 为争取自己的民主发声 雨伞文案的发声 人大八三一的落袭 给我们见证 中共不义政权 是怎样麻木不仁 也都让我们明白 从与自己命运自主权的重要 香港要民主 香港要民主 我们要真普适 我们要真普适 但是下午仍有零星的亲共人士 在街头支持中国政府 镇压学运 六四来讲 是应该要评论的 是很有道理 香港大学学生会 则是首次独立举办六四悼念晚会 中午时成员到宿舍太古堂外 重新为纪念六四的标语上期 台湾也有民主团体在自由光场发起称皇赛到六四晚会 声援香港民主运动 共产党最害怕的是言辞 那我们今天就用言辞来纪念六四 今天的言辞是 永不忘记 永不放弃 东新闻综合报道